《燃燒烈愛》 歡迎打開ROBI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燃燒烈愛 BURNING 這是一部南韓電影 導演是李昌東 主演是劉亞人 及斯蒂芬蓮 還有全中熟 改編至《村上春樹》 收入在短篇小說集《營火蟲》裡面的一篇 燒掉採訪 這也是李昌東這一位文學作家導演 在距離上一部的生命之詩之後 睽違八年的新作品 在今年坎城營展的正式競賽上面 雖然沒有得到任何的獎項 但也以破紀錄高分的姿態 得到了影評人費比錫獎 每當有人要改編《村上春樹》的小說 拍成電影 都是讓人忌期待 然後百分之百覺得會受到傷害的 因為《村上春樹》 它也不是東野龜吾 或者是《湊家苗》 《積田休衣》 這麼的好改編 一般來說會認定《村上春樹》小說的風格 是很難改編轉譯成為電影的語言 是無法直接抽出劇情來拍成電影 之前最成功的例子應該就是 2004年的《東尼龍骨》 由四川準導演公哲李慧主演 用了一種忍掉極簡的畫面風格 拍出小說裡面的輕盈 還有孤獨的感覺 而《燃傷烈愛》的改編成不成功呢? 這是一個可以說成功 也可以說失敗的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沒有那麼忠於援助的改編 裡面放了蠻多李昌東導演想要傳達的訊息 在定位上面 導演跟這個原作的思想是有一點點打架的 故事上面融合得還不錯 但就像是一家日本料理店開到了南韓去之後 被迫要改變口味一樣 這部電影捨棄了《村上故事》中的那個靈性還有曖昧 而實實在在地想要講一個土地上社會中的故事 所以可以說《燃燒烈愛》的改編很失敗 他把《村上春樹》換了一個味道 也可以說他改編得很成功 因為李昌東還是從這個故事延伸出去 拍了一個很美很好看的電影 這個故事敘述劉雅仁飾演的主角 是一個剛當完兵當畢業的年輕人 沒有正式的工作只能做一些臨時工 偶然遇見了童年時的鄰居還美 這兩個人之間就有一些曖昧的情感在 然後這個女生去了非洲一趟 回來之後帶了另外一個男生回來 這三個人之間就顯得有一些尷尬 突然這個女生就失蹤了 然後這兩個男生之間的對立 還有矛盾就浮上了水面 一開始看起來 這是一個兩男一女三角戀的故事 但到了中段就完全是這兩個男生之間 對立以及身份階級之間差距 而這個女生的失蹤是整個故事最大的懸念 我們在好萊塢商業電影的習慣之下 喜歡看一些各式各樣 意想不到的劇情轉折 而有些電影就像是燃燒烈愛 它不靠劇情 它的劇情量沒有很多 它有一點像是要讓你看清楚 這段劇情這段關係的每一個面向 燃燒烈愛的劇情它沒有進展得很迅速 它想要讓你深深地去體驗這個主角的處境 很用心地在描述主角裡面內心的精神狀況 現在該試著說出真相了吧 這是預告片裡面的第一句台詞 真相在這部電影中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是關於什麼的真相呢? 人生的真相 女主角失蹤的真相 父親母親的真相 燒掉裁房的真相 開頭女主角做了一段空手吃橘子的無食物表演 女生說訣竅是不能努力地去假裝橘子的存在 而是要去忘記橘子不存在這件事情 這句話應該就是解密這部電影很大的一個鑰匙 存在與不存在 消失的東西跟沒有消失的東西 關於這個我後面再說 接下來講比較好懂的部分 導演很認真地在刻畫這兩個男生在檯面下的那個對立 表現出階級之間巨大的鴻溝 在下面的那個年輕人面對社會 他有看不見的未來 在上面的附加子弟則是優渥享樂 甚至有著喜歡操弄別人的習慣 我可以看見導演在這個社會議題上面 是相當的絕望還有悲觀的 但要跟大佛普拉斯處理的手法很不一樣 在這個部分上我覺得很值得一看 很不一樣的孤獨還有無助感 可以感受到那個人物很深層裡面的憤怒還有痛 一種更感受到的不公平 完完全全被剝奪走的感覺 燃燒烈愛的畫面是美得不像畫 尤其是一段女主角在夕陽前的舞蹈 哇真的是今年最美的一段畫面 或是你看到每次男主角在慢跑的鏡頭 韓國鄉間的景色有著一個被遺棄的荒廢感在 我很喜歡男主角開著他的破爛小貨車 去追寶石節的那一段戲 表面上看起來很普通很無聊 但有著莫名的緊張感 還有很特別的意思在 三個演員之間的張力很好 彼此之間都很曖昧 有一個很詭異的氣氛在 劉亞人在這個角色上面發揮的是讓人非常喜歡的 他的肢體還有情緒還有他的迷惘 都非常的好看 很實在的表演 關於這個結局 我有一個腦補之後的解釋 等一下我會想到故事的結局 請大家注意 以下有雷 就是我們看到最後主角拼湊出大志的真相之後 約了那個有錢人Ben出來 然後把他殺了 燒了他的車子 但是在這一段之前 我們不是才看到主角坐下來打字 終於要開始寫小說了嗎? 那會不會我們看到的這段劇情 這個結局 通通都只是他小說裡面的內容呢? 他寫這樣子的故事 也是回應了Ben一直說想要看他寫的小說 不是嗎? 這可能也符合女主角最後是以一個幻想的方式 跟男主角一起躺在床上 因為所謂的真相 不是要努力去尋找那個看不見的真相 而是要忘記沒有真相 主角最後選擇了完全用投降的方式 去認清這個世界的真相 這是我的腦補 不知道你覺得呢? 是不是有可能真的是這個樣子? 也歡迎跟我交流 這是一部我覺得很值得一看的電影 雖然比較偏藝術片類型 但也不是那種完全難以下咽的實驗電影 有俊男美女 有聳動的故事 還有春上春樹的加持 李昌東的電影也是相當有品質保證的 特別推薦給想要看一看不一樣的韓國電影的你去欣賞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 再條isen 我們成功